据报道 加拿大政府已经任命 鲍达敏为新议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当前中加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责任完全在于加坊 希望新大使能为推动中加关系 回到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中方已经同意加坊任命的新的驻华大使 来华旅新 我们期待它为推动中加关系 回到正常轨道 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加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责任完全在于加坊 加坊很清楚当前中加关系的正解 我们敦促加坊反省错误 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 立刻释放孟晚舟平安回国 耿爽还表示 从培武将出任新任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他将适时赴任 感谢观看